年轻力壮却被牛皮旋所困扰 原先不就前胸后背有点 有几十个小点 清醒天方导致病情加重 吃点偏防的药 吃一个半月就全身都是 那么牛皮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皮肤病 患上牛皮旋应该如何治疗呢 本期明依在线邀请全专家 教您如何让牛皮旋不再牛 马上播出 来明依在线寻健康良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依在线 我是主持人张欢 伴随着一场场秋雨 这个夏天算是跟我们说再见了 但是我们所有人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呢 给我们打电话的有一位随话的张先生 却异常的苦恼 深受牛皮旋这种疾病的困扰 并且他最近有这个加重的情况 随时伴有着这个骚痒 并且还有脱血的情况产生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4岁的张力国 年轻力壮 本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是一个半月前 他却陪可怕的牛皮血缠上了身 原先不就前胸后背有点 有个那个 有几十个吧 小小点 因为自己的哥哥得过牛皮血 张力国也就没有在意 只是给自己哥哥打过电话 询问如何治疗 难想到对自己哥哥有疗效的药 对自己却没有效果 反而令疾病更加严重 看着病情越来越严重 张力国的疾病 需要尽快得到治疗 经过朋友介绍 张力国来到了 浩尔滨槟城皮肤病医院 那么 哈尔滨槟城皮肤病医院的医生们 是如何为张力国治疗的呢 经过十了天治疗 这是二十天 二十天我洗了 十八天要浴 这是洗的挺好嘛 现在 现在我自己都能泡 我现在头两天都泡不了 泡我的孩子陪着 现在这个心情好了 能走了 能尿了 出碗啊 脸还出去吃点饭不挺好嘛 大病出遇的张力国 难言内心的激动 然而 回想起过去一个多月来的病痛 他仍心有余悸 疾病带给张力国的 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 更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那啥心情啊 我这单独心里话 我从自己都哭 真的 四十来岁 我媳妇吃光我 你自己心里 本来是家里的一个 对对对 哎呀 吃好了 回家能干点啥啊 是不是 要是你吃不好 你的心情不也没有了吗 工作也没啥干了 是吧 这俩人来上大学 有时候还得钱是吧 那么 类似张力国这样的牛皮选患者 都该如何正确治疗 摆脱痛苦呢 我们还是有请眼门师的专家 来谈谈吧 看了小片中 我们张先生的病情 真的是连我都感觉浑身直痒呀 这种病确实是挺折磨人的 那么到底牛皮选这种病 可能是得的朋友比较了解 但是对于我们 还没有得过 并且不太了解的朋友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我们又该如何治疗 如何正确地判断 是不是自己已经患上了 这样一种皮肤类疾病呢 那么今天做客 我们演播室的这位专家 是来自哈尔滨 槟城皮肤病医院 皮肤科的专家 王大远主任 你好 王主任 你好 主任 王大远 主任医师 毕业于沈阳医科大学 从事皮肤病研究 与临床诊治工作近30年 曾任职沈阳多家公立三甲医院 皮肤病科主任 对各种常见和疑难皮肤病的治疗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后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 发表专业论文 十余篇 擅长治疗牛皮选 白电风 湿疹 皮炎等常见性和疑难皮肤病 尤其对于各类的脱发 斑突和挫疮等疾病的治疗 有着自己独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将祖国中医精髓与西医先进技术 紧密结合 在临床工作中 根据患者个体病症 体质分形 辨证失质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受到业内外人士一致好评 刚才我们聊到了 张先生得了牛皮选 然后挺折磨人的 我想问问这牛皮选 是我们皮肤病里面 比例最大的一种皮肤病吗 它不是说比例最大的一种皮肤病 牛皮选它是一个慢性 严重性皮肤病 它的发病率在全球一般 在1%到3% 是这样的 在我们国家一般是北方要比南方发病率要高 那这是为什么它跟季节气候都会有关系是吧 它和一般的情况下和季节气候有主要关系 但也有一部分别人夏天和季节气候也有关系不大 但是主要还是和季节气候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 您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牛皮选的发病到底跟哪些因素都有关系 它的发病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研究 它主要和遗传因素 它是遗传因素有关 还和环境因素 还和一个情绪 就是精神因素也有关 情绪有关系 然后它和内分泌 内分泌的因素也有关 它还有一个和什么 和你平时的感冒发烧和这个也有关 就是和感染有关系 刚才您提到了这些牛皮选比较容易诱发的几种原因 那么您提到第一点就是这个遗传 其实本来我们没觉得皮肤病可能都是外来的后期的一种疾病 那么它的遗传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一般情况下父母亲遗传概率 它一般在有隔代遗传的 完了银血病的遗传 在20岁 22岁以前 基本上发病的 有70%是遗传因素引起的 年轻的时候发病的 70%都是遗传因素 在50岁以后发病的 就是后天遗传因素 是这样 我们在之前做节目中 很多人给我们打来电话 都会说这个牛皮选跟季节是不是有关系 说这个春天和夏天会减轻 秋冬会加重 比如说今天给我们打电话 这隋化的张先生 他就是入秋了 然后突然发现这身上牛皮选加重了 开始搔痒了 您觉得是有这个说法吗 他这个有这个说法 他这个季节性因素 他一般在展国内是主要原因 也有夏天发病的 但是冬天秋冬两季发病的患者比较多 所以他这个患者和季节因素也有关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观众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深受牛皮选的苦恼 很痛苦 一到了像您说的这个换季的时候 大家就感觉到浑身搔痒 也都特别难耐 那么在所有这些皮肤病里面 怎么样区别它到底是牛皮选呀 还是湿疹呀 就是这些病情怎么样区分呢 它的特点在哪 主要发病的特点 牛皮选的发病呢 它是以红斑 丘忍 还有淋血发病为主 湿疹呢 它得有一个过敏的原因 得有个诱因 牛皮选的发病呢 也有诱因 但是牛皮选的诱因呢 一般是以感冒啊 比如说扁桃体发炎啊 或者是情绪 那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 就是比如说 工作压力大 心情不好 这些都是发病的原因 那这湿疹的发病呢 它主要是一个过敏 牛皮选呢 和过敏有关 但是呢 它不主要是过敏的发病 所以看来的话 它的发病 还是跟这个情绪 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 对 你比如说 我们想看 我们今天这个随话的张先生 它这个牛皮选的发病 是全身都有 浑身哪个地方都比较搔痒 然后半有像刚才您说的 那个有血 会这样 我以前见过一个患者 它是手指和脚趾的关节 让有牛皮选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牛皮选呢 它有四种类型 它第一个呢 是寻常选的淫血病 它寻常选的淫血病 是淫血病 这个四种类型中 是最多最常见的 它主要是以红斑 丘诊为主 还有一个呢 是农泡型的淫血病 这是第二种类型 它主要是在这个红斑丘诊呢 上面还附着着一些 大量的农泡 完了还有结痂 患者伴随着高热呀 还有一些感染症状 再有一个呢 就是关节型的淫血病 它呢 侵犯了四肢的那个大小关节 长时间呢 能导致关节的脏痛 关节的变形 再有一个呢 就是第四种呢 是红肥变形的淫血病 它呢 全身的大面积的潮红 往来导致患者呢 集体的表皮的大量的脱血 这是一个牛皮旋的四种类型 年轻力壮 却被牛皮旋所困扰 原先不就前胸后背有点 有个那种 有几十个吧 小小点 清醒天方 导致病情加重 吃点那个偏方的药 吃一个半月就全身都是 那么牛皮旋到底是一种 怎样的皮肤病 患上牛皮旋应该如何治疗呢 本期《名义在线》邀请全专家 教您如何让牛皮旋不再牛 马上播出 这听起来听您一讲还挺可怕的 我觉得它是不是属于 这个皮肤病里面相对来讲 比较严重 危害比较大的一种疾病呢 人血病 像后三种类型 它是伤害挺大的 重的能危及生命的 并且是不是牛皮旋在发病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并不是 只是在我们皮肤表面上发病 还可能会伴随着有很多 其他疾病会诱发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在治疗上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这个治疗上呢 银血病呢 你像红皮病型的 还有寻常型的 它治疗呢 主要是以安抚 外用安抚制剂 然后呢 配合着中西药相结合 这个治疗 用药的浓度呢 一般都是从低到高 这样对患者呢 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就是外肤和内治是配合 这样来治疗的是不是 对对对 在很多文章上 或者新闻里面 我们都发现牛皮选的治疗 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很多在我们看到的电视上 会说牛皮选会根治 那么到底 它是不是可以去根来治疗呢 这个吧 银血病呢 它可以临床治愈 但是呢 它不能根治 不要相信这个 JBL的广告什么的 这样呢 最后能导致病 你还没治好 完了呢 给自己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是做给所有 有这方面困惑 或者是担心自己这个 平时有一些皮肤的问题 是不是会诱发成牛皮选啊 这样的朋友来看的 那么大家可能关心一个问题 如果是我发现 自己有这个症状的话 我们是一个 怎么样的治疗流程 是要怎么样治疗 才会治好的呢 这个 现在我们 冰城皮肤科医院呢 治疗银血病呢 它主要是分为 中西结核相治疗 我们医院呢 现在呢 开展的绿色 绿色浸腹疗法 还有一个小分子 中药渗透疗法 同时配合着 德国进口的NB UAB 紫外线光疗仪 治疗牛皮选 中西结核 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国际上 现在最领先的是吗 对对对 那治疗率大概能达到什么程度 治疗率能达到90%以上 其实很多皮肤病患者 可能最担心的就是 虽然我们这一次 可能这一年这一刻 我们治好了 我很开心 皮肤哪儿也不难受了 可是特别担心就是皮肤病 它有一个反复性 那么如果复发的话 怎么办呢 复发 牛皮肤病复发 我们各德国进口的 自体血治疗仪 它的作用呢 就是能提高免疫力 然后呢 进化血内毒素 对这个复发的营血病啊 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年轻内壮 却被牛皮旋所困扰 原先不就前胸后背有点 有个那种 有几十个吧 小小点 清醒天方 导致病情加重 吃点偏方的药 吃一个半月就全身都是 那么 牛皮旋到底是一种 怎样的皮肤病 患上牛皮旋应该如何治疗呢 本期名义在线邀请全专家 教您如何让牛皮旋不再牛 马上播出 为了帮助更多的牛皮旋患者 早日恢复健康 早日康复 那么哈尔滨 槟城皮肤病医院特别开启了 关爱牛皮旋患者公益援助活动 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 都可以全程得到哈尔滨 槟城皮肤病医院的免费治疗 治疗专线是0451 8303 4个9 希望大家可以记好了 下面的时间 我们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短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 有一位李先生 手机号是152尾号 是4593 他说两个月前 无缘无故地起了很多牛皮旋 抓挠的时候就会脱血 害怕传染给家人 怎么办 比较担心传染 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 这个银血病呢 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它不具有传染性 它不像一些感染的 或者是针菌类的 它有传染性 也许病患者不传染 所以跟家人是完全不需要 有这样的防护措施的 对 不用 那么也提醒这位先生了 可以马上到医院联系一下治疗 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预约的热线是0451 830 3 4个9 凡是您符合条件的话 就可以免费到哈尔滨 冰城皮肤病医院进行皮肤病的治疗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位朋友 他的手机号是1865号 是8649 他说我老公得牛皮血有好多年了 以前只是几小块的红色的 自从去年到今天 已经长满全身了 上面覆盖着银白色的淋血 吃了好多药都没有效果 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 请问专家怎么样治才可以治好呢 这个我建议到我们医院来 做一个我们给他根据病情的分析 做一个系统的正确的治疗方案 这个您听起来 他这个病情 以前只是几小块的红色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长满全身了 这是不是已经到了很严重的 已经加重了 那就是疏于治疗了是不是 对 所以推荐这位朋友 赶快到我们的医院 去找王主任来看一下 那么下面还有一位留言 手机号是139尾号 是9804的朋友 他说我的牛皮选六年多了 现在结婚了 能生小孩吗 说到咱们的遗传的话题了 那这个淋血病呢 它有遗传性 但是呢并不说它百分之百遗传 只要是六年没复发了 母亲呢 做一般集体检查都正常的话 可以要有 它其实要达到一个 您说的这个六年的这个区间 是不是 对 六年没复发了 对 老师呢 我们现阶段对牛皮选的治疗上 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吗 我们医院呢 有德国进口的NB UAB紫外线光疗仪 再有一个是绿色禁服疗法 还有一个小分子中药渗透疗法 它这个小分子渗透法能够调和气血 完了把机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 在通过UAB的光疗仪的遭受以后呢 能加速这个表皮细胞的修复 就像我以前呢 头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比较重的 允许病的患者 我们呢通过这个中药的药育 还有这个小分子的这个中药的渗透 加上UAB的光疗 综合疗法呢 患者入院一周 这个表皮的皮屑啊 明显的减少 完了皮损呢明显的缩小 治疗20天左右呢 患者基本上表皮痊愈呢 能有90%以上 那老师如果用这样的治疗方法的话 是一定要病情达到一个严重 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可以配套用这样的方式吗 他这倒不用 也许病患者呢 只要发病 他有分几期 他有一个进展期 稳定期和退型期 只要是你发病期 刚发病的话 他有可能一天两天 他就能皮损 就能全身都蔓延了 所以说我建议 刚发病的时候 你治疗你恢复对你能快一些 因为你刚发病 你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手段 能缩短它的这个进展期 你像咱们医院 应用的这个自体血疗法 它能提高免疫力 或者你清除血毒 它能有效地缩短这个 你发病的周期 所以说可能很多得医血病的朋友 还是在家里面等着 等着这个病情的出发期的时候 我自己在家观察 先观察 一直观察到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才来找大夫 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是不是 对 这个你刚发病前 找医生治疗 休息是丰收的季节 各位玉林夫妇 是否也准备在这个季节 播种自己的爱情结晶呢 那么秋季备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今天我们的孕育钱包站 为您准备了一份秋季备孕宝典 祝您成功受孕 别走开 精彩 马上开始 输卵管是女性一个无可替换的重要器官 这一对小小的 仅为8至15厘米左右长的吸管子 就在女性生养过程中 承担着重要使命 它不仅是精子与卵子交配的桥梁 也是输卵管顺利进入子宫 等待孕育的渠道 一旦输卵管堵塞 整个受孕过程更是无法正常进行 后果当然不可设想了 那生活中 一旦患上输卵管堵塞 该如何治疗呢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 收获自己的健康宝宝呢 稍后孕育直通车 为您揭晓答案 来民意在线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民意在线之孕育宝典 这历秋过后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那很多朋友都准备在这样的季节 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那在秋季 想孕育宝宝有哪些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孕育情报站 秋天备孕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其中补偿叶酸是备孕的第一药物 所以当你计划怀孕时起 至怀孕后的三个月 都要多选择吃一些绿叶蔬菜 水果来补充叶酸 而且备孕要选择保证 夫妻双方都有充足的营养 女性进步可以避免宝宝 出现先天性的神经管机型 而男性如果叶酸水平过低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精子活力减弱 或是今夜中精子浓度下降 而且备孕期间 女性记得不要吃太多红枣和枸杞 因为红枣偏温 通常是煲汤或煮糖水时 放两至三颗就可以了 所以准备备孕的女性要注意了 不要以为吃多了可以调理身体 吃太多的话反而会影响备孕效果 电视机前未准妈妈 你们都进入了吗 输卵馆被誉为生命通道 那顾名思义 输卵馆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这输卵馆一旦发生了病变 可以说想要孕育一个健康宝宝 那也就成为了泡影了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认识的故事主人公 叫做齐鸿燕 她曾经也被输卵馆的问题所困扰着 但是经过了科学有效的治疗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 七个月大宝宝的妈妈了 那到底通过了哪些 科学有效的治疗办法呢 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 是来自哈尔滨协和 不孕不育医院的郭敬斌主任 就让郭老师来给我们 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郭敬斌 副主任医师 快孕专家 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 不孕症专家 3G快孕诊疗体系专家组成员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 从事不孕不育近20年 具有渊源的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诊断和治疗 各类疾病引起的 不孕不育方面 有独特的见解 擅长运用功夫枪劲 即美国智能黑腻腔导刺 微疮手术 治疗疏乱管不通 嘴功肌瘤 工墙粘连 多脑乱潮等疾病 引起的不孕症 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 表彰奖励 得到患者的爱戴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了解到了 这位快孕妈妈 齐鸿燕的故事 齐鸿燕家住铁丽市 有3年的未孕史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 现在已经是一位 幸福的快孕妈妈了 我们都知道 齐鸿燕患上的是 疏乱管粘连 以及多脑卵巢综合症 那么想问一下 郭老师 什么是疏乱管粘连呢 好 首先呢 这个疏乱管 先说一下 在这个女性的盆腔当中 是女性生殖系统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器官 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它是呢 提供这个 输送和运送这个 精子 卵子 以及受精卵 和提供精子 受运 那个精子呢 或能发生顶体反应 以及这个受精的 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说 输卵管发生这个 粘连的时候呢 就会阻碍这个 受运的过程正常进行 那么在 不运症的女性 这个患者当中 由于输卵管的原因 导致的不运呢 占三分之一 那么输卵管粘连呢 有这么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输卵管 它自身的粘连 另外呢 还有就是 输卵管管腔当中 各个部位的粘连 比如说输卵管 肩脂部 输卵管 虎腹部 和输卵管 散部 这些地方呢 不同程度的粘连 对这个怀孕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 输卵管和周围的 组织和器官之间的粘连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输卵管粘连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输卵管粘连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只是在 只是在结婚以后 发生不孕的这种情况 检查的时候 一般才能够检查到输卵管 来进行诊断 像这个 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原因 也就是盆腔临近的 器官组织的问题 像蓝尾盐 或者是浮膜盐 那么它是直接的蔓延 炎症的蔓延 波及到输卵管 造成这个输卵管 外边的浆膜层 以及输卵管管壁和 里边粘膜 以及鲜毛的这个水肿 发生的这种粘连 这是一种情况 老师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齐红彦啊 它不仅有输卵管 粘连的情况 同时还伴有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我们都知道 这个疾病是非常复杂的 那很多女性朋友都担心 就算是治好了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日后的怀孕呢 是 这个多囊卵巢啊 在临床上迄今为止 还是一个比较 难以治愈的一种疾病 目前呢 对这个病因 病因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在这个 多囊卵巢的治疗 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是咱们要极早的 极早的确诊 极早的治疗 那么像齐红彦这种情况呢 他就是发现的还算比较及时 那么治疗起来呢 对症 然后采取的治疗措施呢 又比较确实有效 像现在这个 在临床上 最多见的 对育龄区的女性造成的影响 一个是月经的紊乱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影响排卵导致不孕 所以说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一般 现在多采用的是 中西医药的结合治疗 这样呢 既以治标又治本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卵巢的功能和内分泌 这一系列的调整到 一定的可以 诱发排卵的时候呢 达到激素的一种平衡 那么就抓住这个时机 诱发排卵 可以增加怀孕的几率 老师您看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么难治 而且病情这么复杂 有没有一些症状 可以让女性朋友们 早期发现早治疗呢 这个是可以有的 在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临床上最多的表现 是多毛 这个多毛表现在 像这个呼须 还有就是说 体毛 对 体毛的分布不均匀 或者是突然间 短时间内的增加 那么这个呢 有一些女性朋友 就是盲目地追求着这个美 而去忙着脱毛 像药物啊 或者是激光啊 多种方式进行脱毛 那么忘了这个 去追求一下 去追究一下 这个多毛的原因 如果要是说 这个时候 在这个环节上 引起注意 到医院就诊一下 和这个多毛症 然后进行一下鉴别 如果是由 多囊卵巢造成的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 是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 女性体内呢 这个雄性激素的过高 然后呢 导致的多毛 那么咱就针对 这个卵巢的功能 进行调解 抓住这个时期 也可以早发现呢 另外呢 就是肥胖 肥胖也是 好多女孩子 现在谈论最多的问题 就是减肥 对 那么这个减肥 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肥胖 对呀 如果说饮食上 或者是说 收入的脂肪过多 糖分过多 那么可以通过控制饮食 调整饮食来调整 如果要是说 由于多囊卵巢 导致的内分泌的紊乱 导致糖代谢呀 或者是高胰岛素的血症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盲目地去减肥 那不仅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而且呢 还会进一步加重 卵巢功能的紊乱 导致内分泌水平的 更加的失衡 不但减不了肥 而且呢 会对这个怀孕的排卵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方面 老师呢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了解到 这位患者在治疗到调理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只有短短的90天 那我们是通过哪些 特殊的治疗方法和手段 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的的呢 这位患者啊 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他曾经在外院进行过治疗 因为当时在外院诊断 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和这个输廊管的粘连 那么他已经做过了 这个输廊管的库克导斯介入 但是呢 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治疗之后呢 没有对这个输廊管 进行预防粘连 这样的治疗 后来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发生了二次的粘连 那么根据他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时间间隔又比较长 因为二次粘连呢 可能因为当时的炎症消除的 也不是很彻底 粘连程度比较重 那我们就对他呢 采用了是功夫腔镜 联合的这个微创手术 进行的治疗 那这个方法呢 好处就在于 这个微创手术 可以直视这个腹腔里面 所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 这个粘连 对怀孕造成的这个障碍 一并的一次性的进行解决 疏通了输廊管之后呢 把这个外周的粘连打开以后 弓腔镜下 很准确的 很精确的 对这个输廊管管腔 进行库克导斯接入 那么这种操作呢 既成功率有大明显的提高 而且呢 对其他的周围的这个组织啊 包括输廊管管壁啊 这种损伤又降到了最低 这样微创手术之后呢 对他这个输廊管的恢复呢 我们又采用了这个 脉冲导容的物理治疗 脉冲导容的功能呢 主要是促进这个盆腔组织的血液循环 增加它的代谢 然后消除严重 对水肿的吸收呢 又进一步的促进了之后呢 对炎症这样治疗比较彻底 同时呢 又配合了中药进行治疗 通过中药的这个直肠灌注啊 和这个脉冲导容这样的结合 对这个药物通过直肠的粘膜 渗透到这个盆腔 直接作用于这个盆腔来消除炎症 这个效果非常确切 那对于这个多脑卵槽 它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是 西药治疗调理内分泌的同时 辅助了这个中医中药 和一系列的这个辅助的治疗措施 然后呢 它在短短的90天内 一切的内分泌的水平 就恢复了正常 而且呢 基本上已经完全能够自行的排卵 所以说很快就受孕了 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听了郭老师的解答之后啊 电视机前同样患有 疏乱管性不孕的患者朋友 是否重新树立起了 对抗疾病的信心呢 无论啊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的不孕 只要您能够找到一家 正规的医院 专业的医生 并且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疗 相信下一位快运妈妈 就是您了 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啊 大家也认识了很多快运的家庭 了解到了他们 求子路上的故事 那这些人呢 可以说是幸运的 他们现在已经喜获自己 健康可爱的宝宝了 那接下来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看看谁家的宝宝更可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脚位磨个口迟迟封不上 他插这块特别疯了我 一万块不疯口 这都一年多了 还不疯口 逐渐扩大的创行 生理肠药病患者带来怎样的损伤 本期明医在线正在播出 来明医在线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明医在线节目 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患者 看看发生在他身上有哪些症状 经确诊之后 他患上的又是什么病呢 64岁的石娟荣有20年的糖尿病史 在一次骨折手术 在一次骨折手术前 石女士的脚开始出现了一样 就是那家小糖糕 实际做不了 完全给他降糖 就在降糖的过程当中 这几天 他没来了就坏了 就发现黑了 皮肤黑了 黑了以后就接着就往里边发 脚从开始发黑 到出现亏烂 已经有一年之久 而在这一年当中 石女士和家人 想尽了各种办法 他插这块 他不封口 一万会不封口 这都一年多了 他也不封口 一年多了 这脚上的伤口 迟迟不见封口 这给仇坏了石女士和老伴 通过网络途径 他们找到了 哈尔滨贵声台中医院 而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石女士的病情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针对实际病例 进行一个详细的讨论和分析 我们演播室 请来了二位老师 首先通过短短片 来认识一下 贾春宝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多年从事甲庄腺病 和糖尿病族的临床研究 是该领域知名专家 长存库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 中医医史文献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带头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黑龙江省模范教师 黑龙江省教学名师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认识了一位患者 也了解到了 他这个糖尿病族的实际病例 患者有20年的 这个糖尿病的病史 脚部也出现了黑裂口 而且不愈合的情况 想问一下贾老师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多的症状呢 他这个糖尿病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造成了血管损伤 神经损伤 血管的内膜 就会出现内膜 尤其肌底膜 出现变化 出现裂口 变脆变硬 那么导致很多斑块形成 就是血管的管腔内壁 这个里边的空间狭窄了 狭窄50% 狭窄90% 越来越重 到一定程度 她的脚就出问题了 像这位女士呢 她这种情况就是 很久了 一年多 那么她这个脚 脚部的血管 损伤比较严重 不仅仅是麻粮疼了 而且脚上都已经出现 坏死了 干黑 还溃烂 像这种情况呢 绝非一天两天了 那也就是说 她很久之前 这个体内的下肢血管啊 和神经 就已经啊 重现这样大的损伤了 逐渐逐渐 导致精神 那么尽管 她也用了一些药物治疗 就是用药的治疗的这个速度 让她逆转的速度 还没有她发展的速度快 那么表面看是 你啊 多次住院 没少花钱 没少用药 就是效果不好 或者说病人 人家可以说 我住这么长时间院 反复住院 反复这个用药 打点滴 这个基本没效 这个不能那么说 这个没效啊 是你感觉没效 如果真的要不用这些药啊 很可能这个脚 已经挺不到今天了 这个脚已经都黑掉了 所以病人往往看不出这个道理 总觉得 你看我花这么多钱呢 这么大医院呢 在患者的心里是 就是美好 就说明没效果 没往回来 他就说没效 对 控制住了嘛 要不用这个药 这脚就没了 你说有效没效啊 这个效是有 只不过没达到你要求那个效 对 所以这个病人呢 要理解 这个病人很痛苦的 他的治疗的时间呢 要比较长 绝不是说 哎呀 我用药了怎么还这样呢 你用药了 你不用药再看看 对不对 你感冒了 你感冒你打针 打针你还发烧 我第一天我烧37度2 第二天我38度 第三天39度 那我怎么用的药 我打着针 我还吃药还烧 你要不吃药 你试试 你没准直接就变成肺炎了 那还行 肺炎中毒修科 还被ICU抢救去了 所以说这些事啊 我们的病人呢 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一定要客观 绝不能你太主观 你不懂这个道理 你总觉得钱白花了 其实钱没白花 嗯 就是这样 脚背磨个口 迟迟风不上 他插这块特别碰到我 一万块不碰口 这都一年多了 还不碰口 逐渐扩大的创造 将给糖尿病患者 带来怎样的损伤 本期明义在线 正在播出 这个糖尿病族 聊到中医治疗的时候 会谈到这个糖尿病族 发展是有过程的 有麻粮疼 一直到这个青子黑 这位患者出现的情况 已经黑了 而且很严重 他疼痛的症状特别明显 那中医讲究辩证论治 针对这个患者的情况 我们怎么辩证 怎么论治呢 这个辩证也应该说 按照中医讲辩证分析 它也比较单纯 它这个麻粮糖尿了 而且变黑了 就青子黑的过程也经过了 最后出院了亏难不长 对 它这个过程都经历到了 但现在这个症状 最突出就是糖 糖对糖这个分析 中医说得很简洁 就是糖则不通 说不通则痛 通则不通 对 你通则不通 不通 就是你通了它就不糖 你现在之所以糖 就是因为不通 啥不通就是气血不通 因为它有麻粮 说明它有寒凝 寒凝就血液 血液就是不同 就是所谓血液不同 而且它这个平时 平时还觉得乏力 这个浑身没劲 这就属于气虚 气虚推动血液 运行无力 也造成血液 而且气质血液 气虚也血液 寒凝还是血液 所以各种因素 寒凝寒寒道致它的是血于不痛 说骨头刀不痛 说不疼则痛 而且我们中医的讲究 说寒性就初痛 说寒为阴邪 和七性收引 七性主痛 宫主痛 说有寒就疼 为啥 因为有寒 它就是血于不痛 血于寒这凝 不痛就痛 所以它这个症状很明显 就是疼 疼就是血液严重 血液很严重 你疼得越突出 证明你血液的情况就越严重 所以它首先导致疼痛的原因是血液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血液呢 两个因素 一个是气虚 一个是寒凝 所以气虚阳衰导致了血液瘀 血脉瘀阻 所以最终导致它疼痛 尤其它的症状也能证明 它脚部那麻凉就变黑了 为啥变黑坏死 就是属于气血不通 局部没有营养 所以糖尿病毒按照西医讲 是血管神经病例 按照我们中医的 就是气虚阳衰导致的 因为你这个消咳 长期消咳 导致气虚 那么尤其长期消咳 又消耗了氧气 氧气不足 就内身虚寒 那么有寒 真凝 导致了血液运行 与主不同 所以与主不同 如果是你足够受了点伤害 甚至你不受伤害 它自己呢 这枝端缺乏营养 它也会变成了变形坏死 而且坏死之后 它就不恢复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营养供应 它自己也修复不了 它的水伤 因此它就是 如果出现亏烂 就是长期的 反复亏烂不愈合 像这些患者呢 这些症状它都有了 按照中医的辩证 论治而言呢 你从辩证分析 它就气虚洋酸血瘀 是这样一个病机 那么它这个症后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了 气虚洋酸血瘀症 那根据它这个症后分析 那么确定治疗员呢 就应该补气温阳活血 应该是这样治 我们可以通过内服 这个药啊 也补气温阳活血 然后局部呢 可以用外用药呢 去促进它 升级身后收口 根据这样治啊 经过一段的治疗呢 这些患者就可以 逆转这个病情 所以这些患者 从他的情况讲啊 是可以这个给它治愈的 中西医是两种 不同的医学体系 对疾病有不同的 诊断治疗理念 他们各自都有 自身的优势 西医重视疾病的一同 而中医重视病人的一同 中医重视整体 西医关注局部 中医辩证论治 西医辩病论治 对于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的目的而言 既需要对疾病 有清楚的认识 进而纠正局部病因病理 但是病人的整体状态 也需要考虑 因为整体状态 会影响疾病反应 和治疗效果 对甲状腺病 和糖尿病族的 诊断治疗来说 如果能实现 中西医的辩病 和辩证结合 治疗局部与调整整体结合 这就消除了治疗的盲点 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了解到 这位患者在治疗的时候 没有经过正确的治疗 还擅自地使用偏方进行治疗 导致他这个病情 越来越严重 贾老师对于患者 使得这个偏方 您了解吗 这个患者可以说 这个偏方是没有对症 还是说他这个偏方 不适于所有的糖尿病族的患者 这个偏方 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 经常会碰到 老百姓讲的是 偏方治大病 偏方治大病 偏方你要弄对了 是对准了 那真治大病 要没对准 还不但没治病 可能还要命 前几年不就报道一个 一个偏方 他给你用上了 他是个护士 听说哪地方有偏方 到那就把偏方问药来了 自己买药吃了 吃了中毒了 用的硫磺吃了 吃多了 中毒了去抢救 他还算不错 还抢救过来了 那几位就没救过来 就讨论这个偏方 是怎么 因为偏方也不是 哪个大夫给你的 他听说那好 就上一天去 喂你药 你那咋整的 不方给我试试 这就用错了 中医讲究用药 是讲究的辩证 刚才常老师讲的 那就是辩证 你别看说这个病 这个方子是 治疗的病毒的 这个方子能 让那个窗口长上 但是什么样的窗口 什么人的窗口 什么时间的窗口 你都不清楚 说白了就是 跟我们以前说的 因人而尽 是有关系的 因时而因地而言 你都没阴 你就知道窗口 呼上坏了 因为你是糖尿病 你这个窗口烂的 是因为你内部的血管 神经坏了 你这个如果是刺激的 一般的外用药 都有刺激性 它一刺激 本来血管就瘪的 你刺激血管一收缩 神经一精卵 正好一点血不过了 加重了 烂得更大了 所以糖尿病毒这个病 尤其有窗口的 不适合于局部用 刺激性比较强的药物 像传统的那些 什么去腹生肌药物 在糖尿病毒这个上 基本是不用 我们说基本不用 但也有一些老专家 人家经验丰富的 人家用这些恶心应手 人家还可以用 但是一般来说 是不用 这是不用的 因为这个很多人 在用这些去腹生肌的药物 治疗这个糖尿病毒上 就困难加重 那又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不良的后果 那个病人也痛苦 医生也苦恼 你看去腹生肌 我这去腹生肌的药 我给你上上了 你这腹不但没去 越来越大 那肌肌肯定不能长了 生肌是不能生了 腹还去不掉 自己还很上肌 你呀 因为这叫脱疮生肌了 那概念不一样了 需要用脱法 不是去腹法 不是去腹法 所以他这个病 就不能随便用这个偏方了 你得系统的治疗 你得从内治 病在内 行在外 你不把里边吐起来 气血不来 你外边去什么湖也没用 没有用 你那个树的根 根上都没有水了 你可上面 你就给它拿个喷壶喷 喷个叶子 喷一喷那叶子 直冷一下 明天不还是白费吗 根上没水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了 你得治病求本 还得辩证论治 这样才能把这个脚包住 中医学体系博大精深 对疾病的诊治具有独到的思维 辩证论治的临床原则既表现了中华文化深刻的智慧特点 也包含有严格的标准操作 他强调 诊治疾病 不但要关注患者患了什么疾病 还要关注患病的是什么人 既强调整体观念 又主张因人而异 把疾病性质和病人状态结合在一起 确定治疗原则和处方用药 这不仅是一种思路严谨的科学 也是一种充满奇妙境界的艺术 那经常我们聊这个治疗糖尿病毒的过程当中 常老师经常会说这个中医辩证论治 中西医可以互补进行治疗 那我们都知道中医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选用的一些就是中药的口服的药剂 还有外敷的一些东西 那新医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一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这个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 它对疾病生为的认识都不一样 但是不论它是怎么认识 它都是对这个疾病 它说要纠正这个疾病 所以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把病治好 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个病治好 这两个医学认识就不同了 这个不同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先说它有什么不一样 说西医认为这个病就是这个病 就是病因对着人体造成了伤害 那么有病因存在造成了形成了病理 然后因为有了病理就干扰了生理 所以临床就有很多不正常的表现了 这出现临床各种临床症状体制 它认为这些东西的出现都是由于这个病因造成的 尤其病人造成的病理损害造成的 那么治疗呢就是驱除病因 然后呢逆转它的病理 像糖尿病族这个病啊 你要说这糖尿病族这个病因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原始病最初的 因为糖尿病造成代谢紊乱 最后导致血管神经病变 这是病理 最后导致的局部呢 出现亏烂亏烂就不长 这是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么它治疗呢就是第一 你这血管神经病变 那我就给你解决血管神经病变问题 可是血管神经病变问题不好解决 所以血管啊 就是代谢紊乱之后 形成血管的斑块沉积 最后导致血管狭载 血管狭载血运行的 就是血液供应就受限了 如果完全堵了 就血液供应就停止了 所以我们治疗内病族的时候 就特别效盼 期盼一个现象 你看我们局部清创的时候 一清创那里边的肉啊 都是灰白色 没有血色 你要是在清创的过程一看 它流血了 我们就特别高兴了 这就快好了 治疗希望了 因为它血液通了 它这血管不通 你扩张血管啊 有的时候有点效果 如果阻塞特别严重 你扩张血管扩不动 你扩张那点缝啥也不大 溶酸的特别难揉 特别难揉 所以那个血管斑块 形成了之后 你用溶酸的药 基本是不见效的 不能说完全不见效的 但是你用上药 你就是很长时间 看不出来效果 所以这个扩张血管 溶解血酸 效果非常困难 在神经 影响神经啊 你如果血管啊 不同啊 你影响神经 药基本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血管神经 也是靠血液供应 才能够正常活动的 那么血液不通 你神经营养就没有 你用营养神经的药 就不起作用 所以这个病啊 这个病理特别难纠正 病因根本就去不掉 它那个病 谁现在也都不能说 把藏在病彻底根治 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办法 所以病因没法去掉 病理就精神特别困难 所以这个病的治疗起来 就特别难解掉 秋季是丰收的季节 各位育林夫妇 是否也准备在这个季节 播种自己的爱情结晶呢 那么秋季被孕 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今天我们的孕育情报站 为您准备了一份 秋季被孕宝典 祝您成功受孕 别走开 精彩马上开始 书卵管是女性 一个无可替换的重要器官 这一对小小的 仅为8至15厘米左右 长息管子 却在女性生养过程中 承担着重要使命 它不仅是精子与卵子 交配的桥梁 也是输卵管 顺利进入子宫 等待孕育的渠道 一旦输卵管阻塞 整个受孕过程 更是无法正常进行 后果当然不可设想了 那生活中 一旦患上输卵管阻塞 该如何治疗呢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 收获自己的健康宝宝呢 稍后孕育直通车 为您揭晓答案 来民意在线 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民意在线之孕育宝典 这历秋过后啊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那很多朋友都准备 在这样的季节 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那在秋季 想孕育宝宝有哪些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 孕育情报站 秋天备孕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其中补偿叶酸 是备孕的第一药物 所以当你计划怀孕时起 至怀孕后的三个月 都要多选择 吃一些绿叶蔬菜 水果来补充叶酸 而且 备孕要选择保证 夫妻双方都有充足的营养 女性进步可以避免宝宝 出现先天性的神经管机型 而男性如果叶酸水平过低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精子活力减弱 或是今夜中精子浓度下降 而且 备孕期间 女性记得 不要吃太多红枣和枸杞 因为红枣偏温 通常吃煲汤或煮糖水时 放两至三颗就可以了 所以 准备背孕的女性要注意了 不要以为吃多了 可以调理身体 吃太多的话 反而会影响背孕效果 电视机前 未准妈妈 你们都进入了吗 输卵管被誉为生命通道 那顾名思义 输卵管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啊 这输卵管一旦发生了病变 可以说想要孕育一个健康宝宝 那也就成为了泡影了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认识的故事主人公呢 叫做齐鸿燕 她曾经也被输卵管的问题所困扰着 但是经过了科学有效的治疗呢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 七个月大宝宝的妈妈了 那到底通过了哪些 科学有效的治疗办法呢 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呢 是来自哈尔滨协和 不孕不育医院的郭敬斌主任 就让郭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郭敬斌 副主任医师 快孕专家 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 不孕症专家 3G快孕诊疗体系专家组成员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 从事不孕不育近20年 具有源源的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诊断和治疗各类疾病 引起的不孕不育方面 有独特的见解 擅长运用功夫枪劲 及美国智能黑腻腔导刺 微床手术 治疗疏乱管不通 子宫肌瘤 工墙粘连 多囊卵巢等疾病 引起的不孕症 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奖励 得到患者的爱戴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了解到了 这位快孕妈妈齐红艳的故事 齐红艳家住铁丽市 有三年的未孕史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 现在已经是一位 幸福的快孕妈妈了 我们都知道齐红艳 患上的是疏卵管粘连 以及多囊卵巢综合症 那么想问一下 郭老师 什么是疏卵管粘连呢 好 首先呢 这个疏卵管啊 先说一下 在这个女性的盆腔当中 是女性生殖系统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器官 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它是呢 提供这个输送和运送 这个精子 卵子 以及受精卵 和提供精子 受运那个精子呢 或能发生顶体反应 以及这个受精的 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说 输卵管发生这个 粘连的时候呢 就会阻碍这个受运的过程 正常进行 那么在不运症的 女性这个患者当中 由于输卵管的原因 导致的不运呢 占三分之一 那么输卵管粘连呢 有这么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输卵管 它自身的粘连 另外呢 还有就是输卵管管腔当中 各个部位的粘连 比如说输卵管肩脂部 输卵管虎腹部 和输卵管散部 这些地方呢 不同程度的粘连 对这个怀孕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输卵管 和周围的组织和器官 之间的粘连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输卵管粘连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输卵管粘连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只是在结婚以后 发生不孕的这种情况 检查的时候 一般才能够检查到输卵管 来进行诊断 像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原因 也就是盆腔临近的 器官组织的问题 像蓝脸盐 或者是浮膜盐 那么它是直接的蔓延 炎症的蔓延 波及到输卵管 造成这个输卵管 外边的浆膜层 以及输卵管 管壁和里边粘膜 以及鲜毛的这个水肿 发生的这种粘连 这是一种情况 老师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齐红燕啊 它不仅有输卵管 粘连的情况 同时还伴有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我们都知道 这个疾病是非常复杂的 那很多女性朋友都担心 就算是治好了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日后的怀孕呢 是 这个多囊卵巢啊 在临床上迄今为止 还是一个比较难以治愈的 一种疾病 目前呢 对这个病因 病因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在这个多囊卵巢的治疗 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是咱们要 及早的确诊 及早的治疗 那么像齐红燕这种情况呢 它就是发现的 还算比较及时 那么治疗起来呢 对症 然后采取的治疗措施呢 又比较确实有效 像现在这个 在临床上 最多件的 对育龄区的女性造成的影响 一个是月经的紊乱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影响排卵导致不孕 所以说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一般 现在多采用的是 中西医药的结合治疗 这样呢 既以治标又治本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卵巢的功能和内分泌 这一系列的调整到一定的 可以诱发排卵的时候呢 达到激素的一种平衡 那么就抓住这个时机 诱发排卵 可以增加怀孕的几率 老师您看啊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么难治 而且病情这么复杂 有没有一些症状 可以让女性朋友们 早期发现早治疗呢 这个是可以有的 在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临床上最多的表现 是多毛 这个多毛表现在 像这个呼须 还有就是说 体毛 对 体毛的分布不均匀 或者是突然间 短时间内的增加 那么这个呢 有一些女性朋友 就是盲目地追求这个美 而去忙着脱毛 像药物啊 或者是激光啊 多种方式进行脱毛 那么忘了这个 去追求一下 去追究一下这个多毛的原因 如果要是说这个时候 在这个环节上引起注意 到医院就诊一下 和这个多毛症 然后进行一下鉴别 如果是由多脑卵巢造成的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 是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 女性体内呢 这个雄性激素的过高 然后呢 导致的多毛 那么咱就针对这个 卵巢的功能进行调解 抓住这个时期 也可以早发现呢 另外呢 就是肥胖 好多女孩子 现在谈论最多的问题 就是减肥 对 那么这个减肥 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肥胖 对啊 如果说饮食上 或者是说 收入的脂肪过多 糖分过多 那么可以通过控制饮食 调整饮食来调整 如果要是说 由于多脑卵巢 导致的内分泌的紊乱 导致糖代谢呀 或者是高胰岛素的血症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盲目的去减肥 那不仅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而且呢 还会进一步加重 卵巢功能的紊乱 导致内分泌水平的 更加的失衡 不但减不了肥 而且呢 会对这个怀孕的排卵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方面 老师呢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了解到 这位患者在治疗到条理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只有短短的90天 那我们是通过哪些 特殊的治疗方法和手段 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的的呢 这位患者啊 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他曾经在外院进行过治疗 因为当时在外院诊断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和这个舒朗管的粘连 那么他已经做过了这个舒朗管的 酷格导斯介入 但是呢 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治疗之后呢 没有对这个舒朗管进行预防粘连 这样的治疗 后来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发生了二次的粘连 那么根据他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时间间隔又比较长 因为二次粘连呢 可能因为当时的炎症消除的也不是很彻底 粘连程度比较重 那我们就对他呢 采用了是功夫腔镜联合的这个微创手术 进行的治疗 那这个方法呢 好处就在于 这个微创手术可以直视 这个腹腔里面所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这个粘连 对怀孕造成的这个障碍 一并的一次性的进行解决 疏通了输狼管之后呢 把这个外周的粘连打开以后 弓腔镜下 很准确的 很精确的 对这个输狼管管腔 进行库克导斯接入 那么这种操作呢 既成功率有大明显的提高 而且呢 对其他的周围的这个组织啊 包括输狼管管壁啊 这种损伤又降到了最低 这样微创手术之后呢 对它这个输狼管的恢复呢 我们又采用了这个脉冲导容的物理治疗 脉冲导容的功能呢 主要是促进这个盆腔组织的血液循环 增加它的代谢 然后消除严重 对水肿的吸收呢 又进一步的促进了之后呢 对炎症这样治疗比较彻底 同时呢又配合了中药进行治疗 通过中药的这个直肠关注啊 和这个脉冲导容这样的结合 对于这个药物通过直肠的粘膜 渗透到这个盆腔 直接作用于这个盆腔来消除炎症 这个效果非常确切 那对于这个多脑卵巢 它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是 西药治疗条理内分泌的同时 辅助了这个中医中药 和一系列的这个辅助的治疗措施 然后呢它在短短的90天内 一切的内分泌的水平 就恢复了正常 而且呢基本上已经完全能够 自行的排卵 所以说很快就受孕了 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听了郭老师的解答之后啊 电视机前同样患有 舒乱管性不孕的患者朋友 是否重新树立起了 对抗疾病的信心呢 无论啊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的不孕 只要您能够找到一家正规的医院 专业的医生 并且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疗 相信下一位快运妈妈就是您了 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啊 大家也认识了很多快运的家庭 了解到了他们求子路上的故事 那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幸运的 他们现在已经喜获自己 健康可爱的宝宝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看看谁家的宝宝更可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刚才的短片啊 我们认识了患者戴文秀 那戴文秀呢是由于这个脖子粗 才到医院就诊的 那经确诊呢 他患上的是甲状腺结结 那甲状腺结结在患病的时候 到底有哪些蛛丝马迹呢 那为了对这个实际病例 进行一个详细的讨论和分析 我们演播室请来了二位嘉宾 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 二位老师 那通过刚才的短片呢 我们了解到一个实际病例 那想问一下贾老师 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结 又应该如何来治疗呢 甲状腺结结啊 其实就是甲状腺上 长了一个疙瘩 我们这个手上长的猴子 那个甲状腺里边也长疙瘩 这就叫甲状腺结 甲状腺这个位置也是可以长的 甲状腺这个就是一股肉团嘛 一个线体 就是团里长了一个疙瘩 这就叫甲状腺结 这个结结啊 它生成的原因呢 现在也说呢是比较复杂 各种假说都有 反正就是这个 总结的简单的 病人能需要听的就是 你甲状腺这个疙瘩 原来不应该有 因为它的细胞啊 增生的时候 增生的不均匀了 长出疙瘩来 这长得多这个地方 或者大体积大 多 成了一个包 就就结结了 这个结结的这个治疗啊 那么现在呢 中医西医啊都有方法 西医对这个的治疗呢 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那么就是一个字切 中医啊 你像通过理器啊 化痰转件散件 中医管这都叫肉婴嘛 肉婴就是肉疙瘩 咱们现在长了一个肉疙瘩 那你就叫啥呢 中医认为是痰和气 瘀解来的 那你就 你的这个原则 理器化痰软件散件 你再去用 这个是理论上 书上都有 那么实际上能不能成呢 实际上你呀 真按这个思路来呀 很多人真在你的这个 这个操作下 真的把人的鸡脚治下去 礼拜一昨天呢 我们就有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 这个小的效果比较好 他年龄还比较大 你应该要说 你年轻人快呀 你年轻人就代谢快 吸收啥都好 你这个老头 其实好挤了 你做一个月以后 一拿来超生 自己就说了 大夫我看都小了 我一比呀 小了三分之二 那你说 这两个超生 要是我们自己做的超生吧 咱们还得说 这里边可能有水分 两个超生 全是三甲医院拿来的 都是这一个医院的 那是算是金标准 那标准 那你做的 也不是我做的 那你小了三分之二 那也不是我给他 把数字改成小三分之二的 所以说呀 要用人家哲学的观点说 不能说呀 事物没有解决的方法 只是我们没找到的方法 你不会不能说 别人不会呀 那世界就不能发展了 我们就要探索吧 咱不会 咱得说 我这个学术范围内 我还不行 你还请高明 看看别人去 所以这个中医 资料奖的线接点 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嗯 那我们就这个患者的情况来说 这个患者戴文秀呢 他是脖子粗 然后出现了这个乏力 没劲的症状 那想问一下这个陈老师 他这个情况被确诊为 多发性的甲酸酸结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这个症状啊 这个应该好理解 因为刚才甲博士说了 甲酸酸结结 就是甲酸酸结的长了宠物 嗯 就是长个肉杆的 它长大了 那它脖子就肿了 这吧是属于啥呢 属于甲酸结构有了改变 原来不敢有那东西 现在有了 有了就多出一块肿了 那个突出的能看出来 嗯 差再差点我可以摸出来 摸不出来 做壁钞就给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诊断啊 这个它解解的出现不难 嗯 至于说它出现乏力 这些浑身没劲这个症状 那就是应该影响了 它的甲酸酸基呢 嗯 尤其这个人48岁啊 可能接近更年期 嗯 为啥女性这个甲酸酸酸病 比男性高出五倍多呢 这就是女性啊 你看哺乳 月经 更年期 这个怀孕等等 都是和激素有关 而甲酸酸酸酸呢 又是个很关键的激素 因为在更年期的时期啊 它这个变化就比较复杂 嗯 影响了那个 你不管是哪个激素 虽然这个患者啊 可能没有加抗 或者也没有加减 但不等其他激素啊 就维持代谢 都没有异常改变 嗯 如果影响这些机能改变 它就会出现发力 嗯 就是代谢还是快了 快了或者是低了 嗯 都会代谢过抗消耗大 没劲 你这个代谢低 你维持不上去 它也发力 嗯 所以总而言之呢 是它的机能有所改变 所以感觉到发力 没劲 嗯 这个问题都不大 现在问题是啥呢 是这个刚才贾博士介绍这个 说这个西医啊 治疗这个比较单一 嗯 就是你长出来的那个 甲状腺增生了 那就得切 不切好像就没有办法 治下去 这是在他的认识里啊 确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要是从根本上讲 我觉得这种思想有问题 你看手术的技术可以很精 嗯 人家理论 可能依据也很充分 为啥 它这样吧 你不像炎症 炎症是细胞增多 有其他白细胞 继续是把地方肿大了 嗯 这个它可以 炎症一消退就说回去了 它说增生是多出来的东西 多出来的东西 咋弄掉啊 它说没办法弄 就得切掉 嗯 这就是对抗性的处理 大了我就给你切掉 但是我们还可以吧 它为啥大的呀 究其原因和根本 这可能有原因的呀 因为原来不是生来就大 不该天生就应该大呀 那么你手术了 手术只是切掉个结果啊 那原因你没切掉啊 嗯 没切掉就有一个问题 复发是必然的 因为原来人家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有了 嗯 原因导致它 加结解发生的原因 还存在 嗯 你虽然把这个结解切掉了 可能还产生别的结解 嗯 这是一个问题 造成复发的 这个根本原因 就是原因没切掉 嗯 这个治疗应该说是不理想 嗯 不能说不应该 但是不理想 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治疗 嗯 第二呢 甲状线 这个阶线 找到甲状线上 甲状线是有功能的 那你切掉了 你怎么能保证 我不损害甲状线的功能呢 嗯 它保证不了啊 嗯 有时候多发的 你得切好几个地方 切切把甲状线切多了 甲状线功能就不够了 嗯 造成个加减 你看造成个加减 咋办 就得补充甲状线素 所以我这一手术 就是不理想 往往是以一个心病 来治患一个旧病 可能这个心病啊 比旧病啊 还严重 嗯 我不知道 甲状线切减 如果不是总的很大 它不太 严重影响在美观 嗯 它不影响太多的问题 可你切成了甲状线 这可就严重了 嗯 终身不要了 你说这个病 治疗应该治 还是不应该治 这就报平价了 是不是 你看你 你让人得了个心病 因为原来那个病啊 还重了 嗯 很严重了 这个都是不理想 但是这个点不是医生的过错 你这个技术就到这个水平 嗯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倒觉得这类病呢 刚才甲博士也强调 不是没有办法治 没有办法 嗯 只是办法 你想不想到的问题 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原因 那么我们得啥 终于讲治病求本 光把结果扣回去了 你还得再结了出结果 为啥 原因还存在嘛 嗯 像这样的结节啊 长得不同部位 影响的机能不同 病人会有不同的症状反应 像这个病人呢 症状比较简单 一个发了一个就是博种 对 它很简单 你要说我们中医讲 要给它辩证治疗的话 也很简单 像刚才甲博士说 它就是阴瘤 肉阴 肉阴咋形成呢 痰疾 它为啥阶呢 其余 今夜不流通 就是巨尸成痰 完了痰疾成痰 那我们中医 按照中医 有它一套办法 历史几千年 知之应流 我们中医都有 那得有两千来年的历史了 嗯 肌里的方药呢 无数 在这里就能删写出来 治疗有效的方 可以不手术 手术实在无奈 手术倒不排 不完全排除 但能不手术 还是不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常我们聊条的时候 也会说到 这个二位老师都会谈到 这个中医是讲求辩证论治的 那么贾老师 针对这个患者的情况 戴文秀的情况 我们是如何给他辩证和论治的呢 戴文秀啊 这个病呢 我们还得回到 它是一个假的线结节 中医呢 还得确定啊 它是个肉婴 那辩证啊 你首先得确定 它是什么病 嗯 知道是啥病了 才能继续往下谈 如何辩证 那这是个肉婴 肉婴呢 就得先了解啊 肉婴是怎么一个形成的机制 肉婴呢 就是气和痰 那么气鱼 形成了痰 痰呢 痰气护解 就凝结在这个甲轮腺的部位 或者这婴的这个部位 就形成了这肉婴 长了疙穴了 嗯 这是基本的这个病级 但很多人都含有这个病级 但并不是说很多人都仅有这一个病级 嗯 它还有别的 就像这个戴文秀 它除了这个之外 但烦呢 它还有罚 它比别人多了一个没有劲 嗯 这个没劲啊 就说明它不仅仅是有气瘀的 它间有虚 对 它哪虚呢 那就得落实到脏器上 那就得脾虚 嗯 那它有脾虚的症状 那么这个人还得加上健脾 一气的药物 嗯 这样进行治疗 所以啊 按照这个思路呢 这个病人应该是气瘀谈解 脾虚或者脾气不足 嗯 这样去辨证 那么呢 给它进行治疗 你在加上 在这个这个辨证思路基础上 你应该再加上啊 软尖散解的这些药物 给它前方用药 进行治疗 这个用药一阶段以后再复查 看看你用的药物 病人见轻了没有 用完药以后病人说 哎 原来我上楼上不动 我就想躺着 现在我不愿意在床上躺着 我想出去走走 那说明你辨证对了 人家很多老中医不讲 这叫你辨证对不对 不是你说了算 你吃完以后让病人说 病人说 哎 大夫吃了你腰挺好 我这腰能直下来 我能走路了 哎 这你辨对了 吃完以后 人家患者说 大夫说 大夫我走 我这个还是走不了路 我不但走不了 我还拉了 我上厕所提不了扣子了 那就你变错了 你本来你去补人气的 你认为人家气虚 人家不虚 人家火大呀 你一补火多了 本来那点火不至于拉锡 你这一给吃点补药呢 正好火上浇油了 你就拉了 所以你就变错了 对错 自己说的不算 病人喝下去 回头你看病人说啥 才叫辨证准确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我们看呢 还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这个辨证啊 这一次辨证 按照这个思路 每次要灵活地加减 改变他的辨证的方向 所以每次啊 尽管不是大的幅度地修改方剂 那么得有微调 这样才能 叫无限趋近于 和病人的病情啊 接近 那也就是说 你努力地 让病人获得最大的疗效 那就这位患者 咱们接受这患者 戴文秀的情况 可以说他的这个症 这二位老师就给变对了 因为他这个肿块 已经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缩小了 那么想问一下 常老师 中医治疗戴文秀 这位患者的情况的时候 在用药上 有什么特殊的道理吗 像这个患者啊 就是这个 像我们说中医用药 有啥特点 这个特点就很先进 第一 我们是副方 不是单一的药 就是为啥拥有很多药 组成个副方 我们认为这个病啊 不是简单的 是复杂的 这个病和人之间 交集在一起的 关系不同 治疗要求就不一样 而且疾病发生的 不是在一点上 是在全身领域 不是就这一个 假如现在这一点 我们这个治疗 得从全身脏腹肌能开始 你不能仅仅考虑这一点 所以你说这个 我们肿了 你说为啥肿 西医现在解释不清 我们终于就可以 做出我们的解释了 你气愈 这个人平时脾气就不好 老院生闷气 你再不用发脾气 那你这个人就和别人 不一样 他不开了 这就造成了气质 我们终于认为气血 流通为贵 它的一气质 它就不流通了 不流通就不能 把这个水液代谢 蒸腾化气 终于说水液 人生得有水液 水液的要是正常情况下 要蒸腾化气营养缺失 它这气愈了 它就不能蒸腾化气 这就聚湿 湿聚的浓度大了就成痰 痰在凝结了就成痱 我们说你气质痰结 这是我们西医 可能对这个说法不承认 甚至也不理解 也不用理睬 就是气拿出来 确实拿不出来 但我们终于根据 所以你换了整体状态 我们来做个判断 气愈谈解 谈解成痰 而这个人呢 还没发力 这说明另一个问题了 刚才家伯说 它有严重的脾虚 因为脾主四肢肌肉 脾虚 蕴化无力 就是全身发力 所以脾虚和蕴化水液 脾虚水液不得蕴化 又加重了巨石成痰 谈生 谈解又成痰 所以这个理气化痰 软件散结 然后害得加大 加大健康 六十多岁的老人 六十多岁的老人 胸疼 背痛 全身不适 可是经过CT 核瓷一系列的检查 却都查不出任何毛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 种种不是背后的真正原神 是什么呢 本期《名医在线》正在为您揭晓答案 敬请关注 哈尔滨市的陈女士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以后老伴贴心 儿女孝顺 可以说陈女士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 可是前段时间 陈女士却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而且心情也特别不好 老伴领着陈女士四处检查 谁知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 却没有任何毛病 你说胸腾胸腾拍片 做CT 做没毛病 那你咋整 几乎在外都站不住 我跟大友杀了 我说不行住院了 大友说你住院倒行 住院给他啥药啊 啥病呢 我说可以是人说也有道理 你给啥药啊 你说你怎么治没病呢 医生建议他们去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查一查 看看心灵以及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 而在黑龙江神治医院 陈女士被确诊为神经症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治疗 陈女士的症状已明显好转 那么神经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 来民意在线 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民意在线 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 依旧是黑龙江神治医院的赵永厚博士 那经常我们和赵博士在聊天的时候 就会知道这个植物神经紊乱 甚至还会听到这个抑郁症啊 产后抑郁症等等等等的精神病症 可是我又听说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神经症 那到底什么是神经症呢 神经症吧 在临床就是简称叫神经症 是比较常见 以比较呢 普遍一个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 一个银群 那么这个银群一般都是在呢 15岁到30几岁比较常见 两个再一个就是老年性 那么老年性神经症一般都是年轻时候啊 没有过度好 就是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啊 情绪就不好啊 到老越来越加重了 就叫老年性神经症 那么神经症啊 它有个具体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临床也叫轻型的精神病 轻型的精神障碍 也就要呢 在国外叫呢 轻型的精神神经症 叫精神症 所以在临床啊 表现的也是极其复杂不一样 那么大体上它有一个框 说你怎么能对上我是神经症了 临床表现是这样 第一个在临床上 出现全身症状 持久性的 比如头晕 心慌 气短 刺肢乏力 硬核 没有硬核检查遗场的 比如说你头晕 做CT正常 耳鸣 做耳科 检查都正常 我也在想 我想这些病症 我们正常人都会有 都会有 所以说呢 就神经症啊 在临床上 每个人呢 都会发生 都会出现 只不过说 轻中重的问题 轻的就不要去治疗的 可以忽略了 自己呢 不用忽略了 自己来调整一下就好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 犯是 人有意志思维活动的人 都会发生 所以这个病呢 就是比较常见一个 那轻的就不要当病 那重的会什么呀 重的就是 我刚才要说 要你自我来诊断一下 是一个神经症的一个范围之内 第一条呢 干脆是持久缓慢地 出现这些症状 那么在临床查不到原因的 就是一 二呢 神经症出现 睡眠障碍 它有时候多眠 一天总是想睡觉 有的就是干脆就睡不着 一醒福醒 这种情况 在睡眠的障碍 出现这种情况的 同时伴有一些焦虑啊 郁郁啊 高兴不起来啊 以及呢坐立不安呢 就是包括焦虑啊 抑郁啊 恐惧的一系列的一种 那么还一种呢 他自己感觉啊 症状全身非常痛苦的 求医求治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呢 他患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感觉非常痛苦 我马上就要不行了 而且我呢 自己呢 我就必须 不然我心慌 干脆将说心慌气短 我的心脏马上就脱落了 赶快给我做门合适 不严 我就憋死把窗户开开 我得喘喘气 那会有这么严重吗 不会吧 实际上他自己呢 什么叫神经症嘛 神经症 他会不会 一会再说 那么他出现这种情况了 他自己呢 感觉呢 非常造成一种呢 恐慌 气氛状态 使呢 周围的人 能高度重视他 这是一个病床的一个表现 六十多岁的老人 胸疼 背痛 全身不适 可是经过CT 核磁一系列的检查 却都查不出任何毛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 种种不适背后的真正原生 是什么呢 本期名医在线 正在为您揭晓答案 敬请关注 再一个表现 他这种痛苦 也能适应工作 能适应什么 就是说他无论是 睡不好 教育也好 全身纪念状 都有病的好 具备这几条也好 但是他 应然 坚持工作 为什么 就证明他的意志啊 思维啊 情感还是正常的 虽然说他出现了一种 一天 喃喃自语 倒过了 但是他虽然自言自语 倒过了是有呢 有条有理性的 大部分都关心 自己的身体的状态 比如他胃肠不好了 出现了 开始出现 我为啥吃不饮去饭呢 我看东西挺好吃 怎么没有食欲呢 他就怀疑自己 哎呀 我是不是患有那个肠癌了 既然他们同志患了一个胃癌 我去查了去吧 查了没毛病 他怀疑 这医生不对 骗我了 我肯定有了 我在上一边医院看 也就是说他多疑 到处看病 但是能实用工作 那么有些病人 在临床上 做硬核检查 查不出来的时候 又不能坚持工作了 这属于 刚才你问的 神经症 神经关的严重性的 就是说 失去了 生活的能力 但是又不是精神分裂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抑制思维行为正常 就是全身的躯体症状 比较多 悲观失望 像老特别 这种情况发生 都在老年人 说儿女 你怎么不回来了 你看你怎么不看呢 回来我还烦你啊 不回来还一整个 打电话 理直气壮的 你们都大了 是不是啊 现在我老翅膀硬了 我现在不行了 你不关心我了 是儿女 没有那个意思 是吧 你看病给你看病 你怎么样 前两天来个病人 就是这样 老大爷65岁了 机关干部 一直写文字材料的 他说呀 我二十几岁就睡觉不好 就给领导当秘书 当了秘书以后 就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去修寿我 整体状态都有 到了退休以后呢 现在就开始加重了 在家待得无聊 高兴不起来 他说想出去跟老头 跟老太太玩一玩 他说他不合情 看谁都烦 他说他们说话 跟我层次差一些 自己看来挺高 那么就他这个 这种状态 他儿女给我说一句 我爸爸 我从头到尾 脑子我都给他体检了 没毛病 全部正常 他为什么这样呢 我就跟他讲了 我老爷的 你这个病就像装病似的 控制住情绪啊 你别再折磨了 你再折磨 把你儿女也折出病了 你说这老大爷说什么 医生啊 我不愿意折磨 我这神经折磨我呀 他说这话 确实是这样 他也不是装病 也确实有病 确实很痛苦 所以说这叫神经症 温馨提示 神经症主要表现为 精神活动能力下降 烦躁 紧张 焦虑 抑郁 恐惧强迫 疑病症状 或神经衰弱等症状 同时患者也会出现 胸闷胸痛 多汗 乏力等身体上的不适 然而常规的检查方式 一般查不出患者 有任何躯体上的病变 此时建议您到精神科 做一下相关检查 经过治疗 患者神经症消失之后 其躯体不适的症状 也会随之消失 那么神经症在临床 是一个严重时候 能发展到疾患病 它第一个包括抑郁症 强迫症 恐惧症 焦虑症和抑郁症 刚才这个抑郁 我就说了 带有表演性色彩 它自己 大家为啥吗 它会发作的时候呢 大家来关心我 这里看我 这也属于神经症 和抑郁症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就是神经症 在临床上 你要具备 我谈这些几条的话 具备两三条 就可以确诊了 那么轻的 要怎么办 你要一个医生 要给你诊断了 是植物神经纹 或者神经症的话 你应当呢 问医生 医生 我应该怎么去预防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早期预防 对 没错的 神经系统 和心理状态呢 蛮可以在消失的萌芽之中 那只不过说 你追求 那你贪得无厌 你也没抓了 是不是 如果医生告诉你了 你不去了 那你非要去碰 就像法律师 法律的底线 做人的底线 和法律的底线 你不能去碰 你碰 那就要违法 你碰了 你做人的底线 你的身体 就要出问题 所以说呢 人的自言规律 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宗告是告诉你 比如说 你这个 现在已经发生的 不能再喝酒了 你再喝酒精肝 酒精中毒 等等一些量 再喝命都没了 你才有心 不喝了 放心吧 给我多少钱不喝 回家没过两天 就开始偷喝 那你控制不住 你自己的毅力问题 那么神经症 早期预防 有几大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要说 要是我来去做 就是一个问题 看得开 想得开就完了 就没有必要 其实说上去也挺简单的 想得开 看得开 太简单了 但做起来很难 对啊 为什么 一个人追求着 有时候 是控不住自己的一个情绪 那么神经症的病人 他的心理承受比较脆弱 易感性 什么叫易感性呢 他周围的环境 各方面的体制 承受的太差 有人说 爷爷你看你换这边 怎么都不如我呢 我躺着就睡着了 你看他小四说话多实在 他爷气得没有办法 说爷爷 我像你那时候 我都不睡觉 问啥 他一直在思想上 追求上 自己的目标上 要求的太高 那么他不是 他非要去把强下自己 实际上他自己的一种 正气 是一种追求 一种快乐 这也是一种性格的问题 那么另一点 就是神经症 在流上几大特点的问题 就是一个 家中遗传实际很重要 你看我们在 临床调查上 有些睡不好觉 有些这些疾病 我说你家 你父母谁有 我爸有 问你家谁 我妈有 你家谁有 我已有 这还有遗传性 就是说 在遗传率影响力是 在临床是10%左右 就是神经症 失眠症 也在临床 遗传率和基因 临床的基因 有与直接关系 据统计 全球每四人当中 就有一人 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 出现精神障碍 轻度精神疾病 像感冒一样的变 我们国家 目前大约有 一亿多 各类精神障碍者 其中 重度精神病人 大约1600万人 而且这个数字 目前还在 不断地攀升 疾病 恐慌 乃至生活中 很小的事情 都有可能导致 心理疾病 引发精神障碍 比如地震 黑点 还有一些婚丧嫁去 甚至一些小意外 都有可能 患上精神疾病 家仇不可外扬 害怕被 歧视心理严重 仅八成病人 往往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但病情 如果反复再三 所患精神疾病的人 则有可能 终身患病 病情将不可逆转 精神类疾病 需要早发现 早治疗 要端正心态 不要回避 心情不好时 不妨对自己说 我只是情绪感冒了 现在很痛苦 治疗一下就好了 那么基因导致的 你能不能改变呢 蛮可以去改变 改变什么 不是原因改变 你的其他事情 改变你的身体状态 蛮可以去做到 为什么呢 比如你生活有规律 坐起时间 有一定的饮食啊 各方面的 都按你的从小生活的习惯 晚上九十点钟睡觉 第二早五六点钟起床 非常好 再加很好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饮食要有度 是不是啊 各方面的不要过度 另一点 情绪保育很好的心态 有这三大特点 我想你的身体 不可能不好 如果你超过了这三大特点 精神疾病 很快就要找上你 当时不会的 为什么 你年轻 力壮 身体状态好 他不会找上你 等到你 像女同志到了更年期 到了福利期 这种到更年期的时候 你看什么病都来了 男同志到六十岁左右 你看看 告学啊 糖尿病 睡不好觉 悲观失望 是不是啊 出现各种的一种 身体状态的指标 以及呢 心理不健康状态 比较突出 多疑 家生活 孩子都更好 胎也挺好 就是高兴不起来 没事就整事 他儿女跟我说 我怕这老同志 怎么年轻时不这样 到这个年 怎么天天整事 天天没啥事 给我打电话 我都提醒到 现在给我整心都慌啊 气短呢 我就怕一电话一响 欺负他呀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种状态呢 是他的一种病态 病态 所以说神经症 在临床上 死不了人 活着罪 挺痛苦 急痛苦 不是一般的痛苦 人没得上是不理解 要得上的话 你就知道 理解精神病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 神经症病人跳龙呢 他不是对生活跳龙 是对病情 折磨的痛苦 叫跳龙 为什么 什么都插不来 坐地不安一天 一天看着家人 他意识自己 要不要给家人添麻烦 不给家人 老是暗示自己 越暗示自己 平静就加重 久而久之自己 就跳了 导致发展上了 抑郁症了 就是说神经症 包括那些疾病 这种情况 那么包括抑郁症的呢 也是一样 有一点爱生气 爱找事 有一点小事夸大 有表演色彩 那么你讲 书没上去就抽过去了 但抽了一点 还明白 别做了我啊 你心里还明白 还说话 别动我啊 我马上就完了 下人做事情 发作的过程 都是有一种呢 表演性色彩 是一直是清楚的 所以说它的状态 神经症在里面表现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黑龙江神治医院 是黑龙江首家 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 中医专科医院 具有中医药 治疗精神心理疾病资质 2013年 黑龙江神治医院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评为三级甲等 中医专科医院 全国范围内 仅有四家民营医疗机构 获得三甲级 中医专科医院称号 黑龙江神治医院 也是东北三省 唯一一家 获此殊荣的 民营中医专科医院 中药联合用药 针灸 调神醒脑 纯中药 内服外贴 等系列疗法 是黑龙江神治医院 治疗神治病的三大量点 一般患者 住院治疗两周 病情便可基本稳定 改变了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单纯依赖西药的局面 很大程度上 克服了因西药治疗 而产生的药物依赖 突破作用 以及生活质量下降 等临床治疗瓶颈问题 那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短信平台 有朋友发来短信说 说专家您好 我睡觉的时候 睡着睡着 这头就开始疼起来了 那靠一会就好了 而且发现睡醒后 特别爱出汗 睡不着 睡着不到一个小时 自己就出汗了 而且感觉发冷 去医院检查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他想问一下 自己怎么了 是不是由于精神压力太大 而造成的呢 西医讲叫植物神经五乱 中医讲 这叫肾虚倒汗 它这个肾虚倒汗呢 就是说 人有两种汗 一个就是说 清醒的时候出汗 叫自汗 自汗属于阳虚 人有睡着的出汗 叫倒汗 说阴虚 它典型叫阴虚 它出现这种状态 阴阳不平衡 出现夜间出现的症状 有时候口干呢 手脚心发热呀 有时候腰血酸远呢 性生活能低下呀 有时候就是感觉的一天呢 对生活没意思啊 还有一些呢 就是脸就是潮红啊 这种舌头呢 是红的 脉呢 玄细无力的 也有时候呢 就是卖呢 玄细 这种情况 阴虚在临床上 应当高度重视 一个倒汗呢 损伤的肾阴是极重的 男人无论肾阳和肾阴 特别在夜汗 倒汗的时候 叫偷汗 就是说这人呢 阴虚 阴虚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看他的阴气 就在暗那里丢失 叫倒 丢失丢失了 这种丢失是真气 所以说希望他呢 及早呢 保证一条 西医说 把植物身体调整好 中医呢 也自适应 不经这种状态 把你呢 保证的 胜气 而且呢 把你呢 睡眠要好 一个人呢 睡眠要不好的时候 能延期许多疾病 别小看见睡 睡眠是 休息是丰收的季节 各位玉林夫妇 是否也准备在这个季节 播种自己的爱情结晶呢 那么 秋季被孕 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今天 我们的孕育情报站 为您准备了一份 秋季被孕宝典 祝您成功受孕 别走开 精彩 马上开始 输卵管是女性 一个无可替换的重要器官 这一对小小的 仅为8至15厘米左右 长息管子 就在女性生养过程中 承担着重要使命 它不仅是精子与卵子 交配的桥梁 也是输卵管 顺利进入子宫 等待孕育的渠道 一旦输卵管土色 整个受孕过程 更是无法正常进行 后果当然不可设想了 那生活中 一旦患上输卵管土色 该如何治疗呢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 收获自己的健康宝宝呢 稍后孕育直通车 为您揭晓答案 来民意在线 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民意在线之孕育宝典 这历秋过后啊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那很多朋友都准备 在这样的季节 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那在秋季 想孕育宝宝 有哪些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 孕育情报站 秋天备孕要做好 哪些工作呢 其中补偿叶酸 是备孕的第一药物 所以当你计划 怀孕时起 至怀孕后的三个月 都要多选择 吃一些绿叶蔬菜 水果来补充叶酸 而且 备孕要选择保证 夫妻双方都有充足的营养 女性进步可以避免宝宝 出现先天性的神经管机型 而男性如果叶酸水平过低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 精子活力减弱 或是今夜中 精子浓度下降 而且 备孕期间 女性记得 不要吃太多红枣和枸杞 因为红枣偏温 通常是煲汤或煮糖水时 放两至三颗就可以了 所以 准备备孕的女性要注意了 不要以为吃多了 可以调理身体 吃太多的话 反而会影响备孕效果 电视机前 未准妈妈 你们都进入了吗 输卵管被誉为生命通道 顾名思义 输卵管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 这输卵管一旦发生了病变 可以说想要孕育一个健康宝宝 那也就成为了泡影了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认识的故事主人公 叫做齐鸿燕 她曾经也被输卵管的问题所困扰着 但是经过了科学有效的治疗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 七个月大宝宝的妈妈了 那到底通过了哪些 科学有效的治疗办法呢 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 是来自哈尔滨协和 不孕不育医院的郭敬斌主任 就让郭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郭敬斌 副主任医师 快孕专家 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 不孕症专家 3G快孕诊疗体系专家组成员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 从事不孕不育近20年 具有源源的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诊断和治疗 各类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方面 有独特的见解 擅长运用功夫枪劲 及美国智能黑妮胸导刺微创手术 治疗疏冷管不通 子宫肌瘤 工墙粘连 多囊卵巢等疾病引起的不孕症 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奖励 得到患者的爱戴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了解到了 这位快孕妈妈齐红艳的故事 齐红艳家住铁丽市 有三年的未孕史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 现在已经是一位幸福的快孕妈妈了 我们都知道齐红艳 患上的是疏卵管粘连 以及多囊卵巢综合症 那么想问一下 郭老师什么是疏卵管粘连呢 好 首先这个疏卵管 先说一下 在这个女性的盆腔当中 是女性生殖系统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器官 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它是提供这个输送和运送这个精子 卵子以及受精卵 和提供精子 受孕 那个精子呢 或能发生顶体反应 以及这个受精的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说疏卵管发生这个粘连的时候呢 就会阻碍这个受孕的过程正常进行 那么在不孕症的女性这个患者当中 由于疏卵管的原因导致的补孕呢 占三分之一 那么疏卵管粘连呢 有这么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疏卵管它自身的粘连 另外呢 还有就是疏卵管管腔当中 各个部位的粘连 比如说疏卵管肩脂部 疏卵管护腹部 和疏卵管散部 这些地方呢 不同程度的粘连 对这个怀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疏卵管和周围的 组织和器官之间的粘连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疏卵管粘连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疏卵管粘连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只是在结婚以后 发生不孕的这种情况 检查的时候 一般才能够检查到疏卵管 来进行诊断 像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原因 也就是盆腔临近的器官组织的问题 像蓝尾盐或者是浮膜盐 那么它是直接的蔓延 炎症的蔓延 波及到疏卵管 造成这个疏卵管外边的僵膜层 以及疏卵管管壁和里边粘膜 以及鲜毛的这个水肿发生的这种粘连 这是一种情况 老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齐鸿燕啊 它不仅有疏卵管粘连的情况 同时还伴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我们都知道这个疾病是非常复杂的 那很多女性朋友都担心 就算是治好了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日后的怀孕呢 是 这个多囊卵巢啊 在临床上迄今为止 还是一个比较难以治愈的一种疾病 目前呢 对这个病因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在这个多囊卵巢的治疗 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是咱们要及早的确诊 及早的治疗 那么像齐鸿燕这种情况呢 他就是发现的还算比较及时 那么治疗起来呢 对症 然后采取的治疗措施呢 又比较确实有效 像现在这个在临床上 最多见的对育龄区的女性造成的影响 一个是月经的紊乱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影响排卵导致不孕 所以说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一般现在多采用的是 中西医药的结合治疗 这样呢 记忆治标又治本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卵巢的功能和内分泌 这一系列的调整到一定的可以 诱发排卵的时候呢 达到激素的一种平衡 那么就抓住这个时机 诱发排卵 可以增加怀孕的几率 老师您看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么难治 而且病情这么复杂 有没有一些症状可以让女性朋友们 早期发现早治疗呢 这个是可以有的 在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临床上最多的表现是多毛 这个多毛表现在像这个呼须 还有就是说体毛 对 体毛的分布不均匀 或者是突然间短时间内的增加 那么这个呢 有一些女性朋友 就是盲目地追求这个美 而去忙着脱毛 像药物啊 或者是激光啊 多种方式进行脱毛 那么忘了这个去追求一下 去追究一下这个多毛的原因 如果要是说这个时候 在这个环节上引起注意 到医院就诊一下 和这个多毛症 然后进行一下鉴别 如果是由多囊卵巢造成的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 是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 女性体内呢 这个雄性激素的过高 然后呢 导致的多毛 那么咱就针对这个卵巢的功能 进行调解 抓住这个时期 也可以早发现呢 另外呢 就是肥胖 肥胖也是 好多女孩子 现在谈论最多的问题 就是减肥 对 那么这个减肥 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肥胖 对呀 如果说饮食上 或者是说 收入的脂肪过多 糖分过多 那么可以通过控制饮食 调节饮食来调整 如果要是说 由于多囊卵巢 导致的内分泌的紊乱 导致糖代谢呀 或者是高一道素的血症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盲目的去减肥 那不仅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而且呢 还会进一步加重 卵巢功能的紊乱 导致内分泌水平的 更加的失衡 不但减不了肥 而且呢 会对这个怀孕的排卵呢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方面 老师呢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了解到 这位患者在治疗到条理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只有短短的90天 那我们是通过哪些 特殊的治疗方法和手段 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的的呢 这位患者啊 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他曾经在外院进行过治疗 因为当时在外院诊断 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和这个输卵管的粘连 那么他已经做过了 这个输卵管的酷格导斯介入 但是呢 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治疗之后呢 没有对这个输卵管 进行预防粘连 这样的治疗 后来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 发生了二次的粘连 那么根据他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时间间隔又比较长 因为二次粘连呢 可能因为当时的炎症消除的 也不是很彻底 粘连程度比较重 那我们就对他呢 采用了是功夫腔镜 联合的这个微创手术 进行的治疗 那这个方法呢 好处就在于 这个微创手术 可以直视这个腹腔里面 所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这个粘连 对怀孕造成的这个障碍 一并的一次性的进行解决 疏通了输卵管之后呢 把这个外周的粘连打开以后 攻枪镜下 很准确的 很精确的 对这个输卵管管枪 进行库克导斯接入 那么这种操作呢 既成功率有大明显的提高 而且呢 对其他的周围的这个组织啊 包括输卵管管壁啊 这种损伤又降到了最低 这样微创手术之后呢 对他这个输卵管的恢复呢 我们又采用了这个脉冲导容的物理治疗 脉冲导容的功能呢 主要是促进这个盆腔组织的血液循环 增加他的代谢 然后消除严重 对水肿的吸收呢 又进一步的促进了之后呢 对炎症这样治疗比较彻底 同时呢又配合了中药进行治疗 通过中药的这个职场关注啊 和这个脉冲导容这样的